据印媒报道,周日印度突然宣布将关闭整个印缅边境,并正计划在整个漫长的印缅边境上修建一道围墙,以阻断缅甸一侧人员的涌入。 事实上,印度关闭印缅边境遗属迫不得已,甚至是壮士断腕。 当前印度几十年在缅甸的投入,尤其是规划并大力投入的以缅甸为支点,挺进东南亚的东进战略, 以及印度投资运营的石对岗项目,相关关键节点和通道皆已被缅甸民地无所控制, 尤其是是印度已开港运营了近九个月时间的缅甸石对岗。 不仅已停运,甚至已被三兄弟同盟之一若开军团团包围,基本上数十亿美元的投资都已近乎打了水漂, 关闭边境,强化对边境的控制,以避免缅甸民地武的战火彻底燃到印度境内, 显然已成为了印度及时止损的最优手段,见网是未了之来。 这里是爱观历史,欢迎订阅,2023年5月份, 由印度投资并运营的石对岗正式开港运营,并举行了隆重的开港仪式, 印度方面非常看重这场活动,印度副总理丁昂山亲自出席了石对岗的开港仪式。 当日,丁昂山还正式宣布将把石对岗纳入印度的东进战略中, 成为印度东进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石对岗位于脚漂港以北100公里, 属于缅甸仅次于仰光港的第二大港。 此前我方一度考虑将石对岗作为油气管线的起点, 2008年印度听闻我方要建油气管线便立即出手与缅甸签订协议, 对石对岗进行改造,后续印度更是不断加大投资, 不仅取得了石对岗的运营权, 而且印度还计划将石对岗打造成印度东北邦地区的出海口, 石对岗位于卡拉丹河的入口处, 而卡拉丹河则流经印度东北邦弥佐拉姆邦和缅甸若开邦, 故而印度首要的目的就是依托卡拉丹河打造缅印陆海连运走廊, 将石对岗打造成印度东北邦地区的出海口和最大进出口港口, 当然投资石对岗并打造缅印陆海连运走廊, 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切断中缅经济走廊, 这一点无论是印度官方还是印媒都并不隐晦, 此外印度所谓的东进战略, 本质上仍然是与缅中经济走廊以及泛亚铁路对标并竞争, 该东进战略指的是依托东北邦地区及缅甸, 挺进中南半岛及整个东南亚打造一条涵盖基础设施, 经贸、外交、地缘影响力的印度东南亚走廊, 以确保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一家独大, 而显然,当前随着缅甸亲联军在亲帮, 三兄弟同盟之一的若开军在若开帮的节节胜利, 印度谋划、投资,经营多年东进战略通道, 以及石对岗陆海连运走廊, 悉数被切断和包围, 尤其是随着若开军以悉数夺取了若开帮包多镇、 迈岛镇,并前锋已挺进石对镇, 印度在缅甸运营的石对岗已被若开军团团包围, 当然,如果说印度在缅甸谋划多年的缅印走廊, 东进战略整个通道被切断, 只是损及印度的资金利益, 那么对印度来说, 当前缅甸民地武的崛起才是其最大的威胁, 缅甸石金省的那家族民地武, 与印度东北邦地区那家兰邦的主体民族属于同一族群, 缅甸亲帮的亲族与印度弥索拉姆帮的主体族群弥索人是同一族群, 这些族群的诉求是整合缅印两地的各自地盘, 形成一个独立的实体, 本身印度面临的最严重分离武装, 就是上述东北邦地区的各路游击武装, 如今随着缅甸境内的亲、弥索, 联军已基本上控制整个亲帮, 缅甸石金省境内的那家军一开始恢复其地盘, 接下来恐怕这些缅甸的亲、弥索、族民地武, 弥索家族民地武显然会跨境支持在东北邦境内活动的其同族的各路民地武, 展开对印度的军事打击活动, 实则这也是印度突然决定关闭应免整个边境, 甚至不惜斥巨资要造一道隔离墙的真正原因。 当前缅北战事基本趋于稳定, 三兄弟同盟正在酝酿扩大战果, 一举攻克善邦第二大城市, 北胆邦首辅腊虚, 与之同时,三兄弟同盟成员之一若开军, 亦加强了在若开邦的进攻力度, 而随着若开邦战事的不断升级和战火区的扩大, 我们与缅甸的油气管道起点与一带一路支点项目的角飘港, 当前也面临着新的安全威胁, 1月上旬, 缅政府军位于角飘港与角飘镇之间的达尼亚瓦迪海军基地, 遭遇了若开军的袭击, 这也是自若开军在若开邦配合10.27行动开始以来。 缅甸民地五首度对缅军海军基地展开攻击, 同时也是若开军首度将战火推进到角飘港附近, 更重要的是, 这次爆发战火的区域, 缅政府军海军基地, 紧邻相关油气运输船的必经航道, 根据多方报道, 若开军与缅政府军在当地交火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期间发生多次爆炸, 若开军疑似对达尼亚瓦迪海军基地内使用了火箭弹, 在附近海域活动的缅海军舰艇亦加入了战斗, 支援地面陆军, 以舰炮对若开军推进区和据点展开轰炸, 在若开邦方向。 若开军一方面以其据点, 亲邦和若开邦交界的山区为支点, 向若开邦南下推进, 一方面若开邦游击到若开邦中北部地区, 缅政府军控制不若区, 展开集中攻击, 当前若开军已控制了亲邦百利瓦镇西部地区的缅政府军所有据点, 大概率将在未来几天之内会全面控制百利瓦镇, 打通与亲邦民第五之间的通道, 七日前后若开军还攻克了若开邦北部地区缅道镇的一个缅政府军团部。 有消息称, 有近200名缅政府军投降, 一旦缅道镇被若开军全面控制, 届时若开军在若开邦北部的控制区便会连成一片, 而从当前的战场态势来看, 缅政府军被驱逐出缅道镇基本上已成定局, 毫无悬念, 在上述方向的战事稳定之后, 若开军主力势必会南下南若开邦, 寻求对若开邦全境的全面控制。 事实上, 此次若开军对缅飘镇附近的达尼亚瓦迪海军基地展开袭击, 即使试探当地缅政府军须时得举动, 也是为若开军主力南下打前战, 这意味着, 战火即将全面烧到油气管道地带和缅飘港。 基于缅飘镇的经济, 地理位置等因素, 显然缅政府军并不会轻易放弃缅飘镇, 而且由于控制着海港, 掌握着制空权, 这意味着缅政府军能够通过空投和跨海投送, 不断向缅飘镇投送持援部队, 而且借助海军和空军, 缅政府军还能对守军展开海面打击支援和空中战机奔袭支援, 也就是说若开军想要拿下缅飘镇显然并不容易, 这也意味着围绕缅飘镇, 双方将展开长时间的激烈的交火和争夺, 这也意味着油气管道和缅飘港面临的危险的严重性。 缅飘站输入经管道进入我们境内的天然气, 占到了我们天然气总进口的1.55%, 虽然看似占比不大, 然而一旦出现问题实则代价很大, 而我们刚刚与缅甸就缅飘港签署了99年租期的补充协议, 可见我方在若开帮, 尤其是缅飘镇周边利益的巨大, 也是基于此, 事实上若开军和缅政府军在周边的战火, 对我方而言极是危机和风险, 实则又是给予和契机, 毕竟双方都盯着的是巨额的油气过境费用和缅飘港的过境贸易, 根据暂未被证实的消息。 此番双方谈判破裂, 主要原因是双方开出的条件差别太大, 同盟军方面要求恢复国杆历史辖区, 然而该诉求被免政府军拒绝, 同盟军所谓的历史辖区, 指的是同盟军还要行政管辖穆杰、 贵盖、腊虚、蒙古四线, 大体范围是穆杰、腊虚公路, 及穆杰、南帕卡、贵盖、腊虚公路以北地区, 实则穆杰、南帕卡、贵盖、腊虚公路, 也大致是同盟军与德昂军主张历史辖区的分界线, 德昂军要求对孟密、镇、东部地区、 曼德勒省、摩古镇、东北部地区、 腊虚南部, 以及曼通镇、南散镇、 南渡镇全部, 以及穆杰县的南侃镇这一范围实现行政管理, 这一范围也是59年前, 德昂人成立民族军队时要求自制的范围, 当前同盟军和德昂军大致以木杰、南帕卡、贵盖、腊虚公路 作为两盟友的领地分界线, 实则当前同盟军和德昂军所主张的地区, 免政府军基本上皆已退守在城区防守, 郊区及山区基本上都被三兄弟联盟实控, 或是拔除了免政府军据点, 29日前后在德昂军的配合下, 同盟军进一步先后夺取了南帕卡镇和大蒙稳镇, 需要指出的是, 南帕卡镇是同盟军和德昂军主张辖区的分界线, 该镇区的控制有利于明确所属期的归属, 强化同盟军、德昂军的联盟, 而大蒙稳地区则是缅北第三大华人市区地区, 从华人规模来说, 缅北地区华人三大市区地区分别是辣虚、郭杆, 大蒙稳、辣虚地区常住人口60万, 其中有一半是华人, 大蒙稳地区则有份数据是大约有16万的华人。